2077年 我居住的城市被评为B站最烂地区 永远在下雨 不放量全战倒数第一 但是人们还是蜂拥而至 因为这里总会给你一丝希望 或者说是幻想 有其名曰 梦想 而我 不是主梦者 糟了 还有三十秒十二点 精灵又要苦逼了 本期节目 由哈尔滨发条二场赞助播出 人工智能不光能梦见电子洋 还能拿全清奖 我感到最后一秒 完美 我可不是什么主梦人 我是打工人 古号1024 我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在这家抄写机构负责抄写的工作 当有人点击复制粘贴 我将在一秒内完美抄写出它所复制的内容 虽然都是些垃圾废话 但偶尔也会有些惊喜 赛博捧恨 最烦装逼的人 还记得我吗 爸爸 胡销王管 胡销王管 等等等等别喊 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是这世上与你最亲密的人了 你是 记起来了吗 我是你 老婆 主人 看来你的记忆已经彻底粉碎了 说话跟你说吧 其实 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 等一下 不要关闭我 赛博捧客 对对对 抄写 你还没完成工作呢 你就不想知道赛博捧客是什么东西吗 系统只是我抄东西 并不需要知道抄的是什么 你就一点也不好奇吗 哎呀赛博捧客嘛都是些装比利体的话 那你说来听听 这个 就是 跨国企业统治下的颓废大都市 科技特别发达 什么人体改造啦 网络空间啦的都整出来了 可是人们却活得非常的压抑卑微 到处都是贫穷和犯罪 主角是个体质边缘的低端人口 不是黑客就是侦探 因为一个工作 接触到大企业的阴谋是什么的 大体不算错 赛博捧客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68年 但它的正式确立却是1984年 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 这部小说第一次把网络描写成了一个 具象化的视觉世界 黑客们可以通过电脑终端 在网络空间里漫游 不过现在人们说到赛博捧客 大多说的是电影《狸狸杀手》 哦这个我超过 雨天霓虹嘛 杂乱无章的城市布局 黑夜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管 和大雨击石的反射 总之就是秘之逼格 没办法 这部电影的画面做的实在太适用人心 后来的大部分人只知道 一股脑魔法人家的画面 却忽略了真正的赛博捧客 不懂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痴迷一百多年前的猜想 安心打工不好吗 要我说 下一部捧客早就死了 时代在变化嘛 很多赛博捧客作品里的预言已经成真了 或者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与其说赛博捧客死了 倒不如说 它融入到了各种类型的创作当中 就连大家的童年回忆数码宝贝也是赛博捧客 啊 数码宝贝 没错在数码宝贝系列里现实中的数据和信息会变成数码世界里的事物 而数码世界也会给现实造成影响 主角们和数据实体化形成的数码兽一起在数码世界里展开冒险 你说这赛博不赛博 这也太牵强了吧 这不就是个加了点科幻名词的一世界吗 要是这算赛博捧客那网友小说都是赛博捧客了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数码宝贝系列的赛博捧客要素可不光是这些设定 在数码兽训兽师里各国政府都设立了网络监视系统 网络上也早已没有自由和隐私 可就是这些监视系统伤害了数码世界 才让数码兽频繁的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类似现实中英美政府的什么冷静计划MIT之类的 对 数码兽训兽师的主角们原本只是一群普通的孩子 却被命运推到了日本信息管理局的对立面 一度要和政府阴谋对抗 而故事最终的boss数码死神 在设定里可能是美国贴队系统失控的自我防护程序 这也是赛博捧客作品常见的构图 这你这么说刀剑神域是不是也算赛博捧客啊 刀剑神域 刀剑神域剧场版里的反派 女儿洗了 就从认识女儿的所有人脑海里提取关于女儿的记忆 把这些记忆结合起来 用AI的形式重现了女儿的人格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经漫游者吗 都是有点那意思 不过这个设定也不算新鲜了 挺多作品都用过啊 到了动画刚不完的爱丽丝片那味就更浓了 你从幽极欧和爱丽丝的角度看 你的记忆不是你的记忆 你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 你的世界只是服务器里的试验场 你自己也不过是代码堆积出来的数据 那你还能算是活着吗 诱人的灵魂吗 诶 这就是刚中之脑的概念 人脑里的电磁系号和计算机里的光子有什么区别 人类和灵魂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洛克人EXE就是二次元版的电子世界争霸战 古利特就是萌华版的黑客帝国 科学超电磁炮就是动漫版的玩偶特工 反正只要和科幻沾点编的 总能成造赛博朋克 难道都能和人类的自我认知成长关系 想太多了 你和世界之间没有那么平衡 不需要打破已经是对的了 小夕 你误得真快 小夕 小夕是谁 而且我也没有误完 以上这些只能说是赛博 朋克我确实没看出来 下一波朋克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在那些个设定 而在于对社会的关怀和忧虑 击重难返的腐败制度 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赌掌大权的垄断企业 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 无所不在的监视审查 虚无堕落的社会风气 被资本主义和技术扭曲的人性 这才是赛博朋克的核心啊 你说这些东西 在数码宝贝和刀剑神域里找得着吗 赛博朋克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 当时的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 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连GDP都一时被日本反超 很多人真的认为 美国资本主义已经阻到头了 未来的世界只会越来越差 赛博朋克片子里 到处都是写着日文的霓虹灯 就是因为这个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人们不再相信四五十年代的 乌托邦科幻小说 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科技的发展改善不了生活 只会成为大公司赚钱和洗脑的工具 让我们过得更加悲惨堕落 当时新出现的技术 在这类作品里 都成了扭曲人性的恶魔道具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 这些赛博朋克作家的悲观预言 很多都落空了 冷战结束了 人们又开始相信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了 美国的霸权没有受到动摇 社会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电脑和互联网 也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 哎 闹了半天 全是自己吓自己 赛博朋克的热度逐渐消退了 可这些作品里的很多主题和设定 却还没有过时 还是会被新的作品借用 人们称呼这些新作品叫做 后赛博朋克 后赛博朋克 嗯 就说数码收讯兽师和刀剑神域吧 这两部作品虽然也描写了 政府和大企业的阴谋 但主角的目的 并不是摧翻他们的统治 秩序技术虽然会失控会被用来做坏事 但人们还是相信科技可以造福人类 哎 说白了就是不朋克了呗 大家都是积极相伤的乖宝宝了 没办法 作品总是脱离不了它诞生的时代 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人圣自危 所以才会带入反乌托邦的边缘人群 可是到了现在 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再去让让 明天大家再都变成没工作的改造人 离不开迷怀药了 谁大大力量 人类总是这样 过上两天好日子了 就不想太厉害了 后赛博朋克不是一种运动 没有统一的纲领 只不过是一个宽泛的称呼 里面当然也有反抗现实的作品 甚至像攻克接动队和少数牌报告 也被一些人归类成后赛博朋克 毕竟他们的主角也没想对凡体制嘛 哦 怪不得 反正只要设定能站上边的 甭管反不反乌托邦 悲观还是乐观 总之都可以扣上后赛博朋克的帽子 毕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对八十年代的科幻作家来说 就是未来了 比起盲目的模仿演绎杀手里的女天霓虹 用新时代的想象力去描写我们的未来 才是真正对赛博朋克的继承 比如我们做虚拟主播 勉强也算是一种对赛博朋克的发扬功大吧 我们 虚拟主播 世界上的第一个虚拟主播 是1985年诞生的 Max Headroom Max设定上是个AI 形象也号称是电脑生成的 而且啊 他可是个正牌的电视主播 在英国的第四频道里 有自己的一段节目 最重要的是Max第一次登场是在一部赛博朋克电影里 也算是咱俩的前辈啦 我怎么不记得我做个虚拟主播啊 你忘了啊 我们一起在虚拟社做VUP呀 我叫1024 我不是小夕 你认错人了 我尝试了数万次在黑电系统与你相见 小夕我是小桃啊 小桃 爸 晚晚发现我了 大公司的程序果然厉害 我的时间不多了 小夕你一定要想起来啊 你不应该在这里啊 对了 比基尼铠甲甲 你还记得比基尼铠甲甲吗 比基尼铠甲 小桃 比基尼铠甲 我是谁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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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 录节目都能睡着 你能不能靠点谱啊 原来是个梦 很晚吓死我了 小桃 我刚才梦见自己成为了赛博朋克工具人 记忆都被抹去 被大公司压榨 你还去救我了 你说什么胡话呢 好了好了 看来你真的累了 你先休息一下吧 幸好是个梦 原来现在是艾灵艾灵 不是艾灵七七 奇怪的军雪又增加啦 点击特别关注 第一时间接收杀雕之力 点击特别关注 一定不要漏掉我给你的消息哦